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了一个天价 一个葵花 喜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葵花形的喜 就是说一种什么器皿呢 马爷 就是一个盘子 现在说喜说高一点 因为中国人就愿意起名字的时候起得好一点 说喜这东西历史上应该就是个盘 这盘不听着就低点 港币是两亿零七百八十六万港元 所以说马先生还挑北京报纸的错 说这帮小孩们太不用心 为什么 一写就写两点七个亿 因为当时新闻稿发的是 中间加着汉字两亿七百八十六万 是吧 但是中间没有零 但是他们到中国这个报纸上经常写两点七个亿 那也算是错了 所以我们这也是很富足的一个节目 既然这个汝瑶这么值钱 我们制片一下拿来四个给大家看一下 你别说这个气形 我在台北故宫见过 他还真是仿得 有意思 你看我当然是外行 但是我至少在台北故宫学习的一般这个汝瑶常常都有这个这个钉 织钉烧 这个织钉烧 就当年织着这个 织着这个 所以说这没有用 是吧 是有个有个钉 而且你看他仿的呢 确实他仿出点特征 就往往这个边口啊 好像看着是有点泛红啊 什么那么个那么个色泽 当然不见得是绝对的啊 是吧 是 他这个这个样子的全世界就俩 北京故宫一个英国一个 北京故宫那个我上过手 他就很轻 就你拿着以后很轻 比这个尺寸大 在北京故宫的 北京故宫一个 他也故宫去展览书 他是集全世界 看那大官嘛 对对对 那个是从英国借过来的 那么那么这个造型的啊 全世界已知的 这是千年以来就两件 这是一个概念 能不能有第三件 谁也不敢说这世界不出奇迹 但是基本上没这奇迹 第三个在这 对对对 三人行吗 第三个都在这 这个为什么我刚才跟这个马先生讲啊 这个当然品味啊 这个各百花齐放 个人有个人的品味 但是呢 好像在他们这个行家看来啊 这个汝瑶这回能拍一个这么高啊 是一个好的审美导向 怎么知道呢 我很这个这个外行了 但是呢我也感觉 比方说啊 原来创了记录 乾隆的那个瓶子 太花了 对那照我看 你说真好看吗 太闹了 对吗 但是这个北宋的 为什么说乳 乳乳叫什么乳 什么割顶军 乳官割军定 对对 你说军瑶最好看吗 军瑶是一个悬案 理论上讲啊 就是咱们说北宋 以北宋先切一刀啊 宋再切一刀吗 北宋说肯定有的有定谣 定谣是老大 就从年份上 其次是北宋官谣 再其次是北宋的乳谣 军谣 这个和歌谣 这两个谣口 北宋今天没有铁证 证明北宋时期就有了 没有证据 就是说没有东西 只有记载 记载都没有 记载都没有 记载都算铁证了 如果宋代有文献记载 就算铁证了 记载军谣和歌谣 都是明代才开始有的 所以这两个谣 这是一个传说 对这是个传说 对 你别看我在这个百家讲坛上讲的时候 我讲宋代武达名谣 乳官歌军政 是按照一个传统说法 因为我跟公众去不能去探讨这个问题 但实际上我认为 军谣是今代开始才有的 歌谣是元代才开始有的 这是肯定的 就是可以找各种文献 出土证去佐证 能看清楚 所以像咱这个没有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 行家的这种建文的 我就说咱们仅从最简单的这个审美上看 因为我也是看这个汝瑶 当年第一次在台北故宫 一个大观的这个展览 就迷上了 你知道吗 有点文化水的人 很容易迷上 他这种素雅的这种色泽 你知道吗 跟这个清代乾隆的那个品味相比 亦雅亦俗的那个感觉 你知道吗 而且我自尊我有点迷上以后 我在各个地方看 我就会认真的比 要不说他这仿的 我就看 乾隆也特别迷这个东西 乾隆有句诗叫 雨过天清云破处 就雨过天清云破处 形容这种独有的色泽 然后我又看那个说是官邀 南宋的官邀 甚至我到这个韩国首尔 看他们那个高丽词 都是企图在模仿这种颜色 我就觉得它就是不一样 对 我们今天是这样 我们今天颜色 对现代人来说不是很敏感 为什么呢 我们今天五花八门的颜色 包括科技配出来的色太多 你得刺激坏了 没错 你往前追一千年 就退回去一千年的时候 这个颜色就是不得了的颜色 你别看这四件东西 这四件东西 尽管是仿的 要是一千年前拿给送徽宗 今天咱也就看不上了 就是国宝了 当时他主要是徽宗的时候 他有一个观念是高于别人的 当时徽宗的宠上道教 宠上道教的时候 他要直接写清词 就跟上餐沟通 那些御用文人的写的 不高调的话 是说的谁也听不懂的话 沟通 当时他就对这种青涩就感兴趣 所以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况下 就是命令啊 这个这个姚公去想办法烧这个词 当时就烧出来了 但是烧出来以后呢 总共没个二十年的时间 是哪里河南是吧 河南 河南汝州嘛 汝瑶就是 为什么又有什么南清北白 这这这 南清北白说的是唐朝 唐朝 更早了 更早了 对 那么他那时候那个青词是绿的 南清北白 这个是可真是这种 唐朝时候有一种啊 叫密色词 密色 实际比这个暗淡 比这个暗淡 对 这是在在宋代 北宋末期的时候 是一个化时代的一个贡献 是一个界限 从那以后 瓷器就变得 他虽然很新 看着你看 今天看这个颜色 还算还算准确 就是还是很鲜亮 但是呢 他非常含蓄 含蓄 不像我们后来的这个 就是有一文词 叫什么运吉啊 就是他又是这么样的美 但是呢 他又不是那么那么厌 那么闹 不是那么耀眼 他有一种运吉之意在里面 那为什么又有说 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出现了最早的 就是商业化的工业运作啊 什么 我反正听过 你这个说的非常好 我就跟你讲 对于这个宋朝 我觉得啊 要认识认识 再认识 过去我就跟你说啊 不是说我认识啊 他们就 我给找些材料讲 这个当年呢 连外国人都希望生活在宋朝 像是这个辽道宗 耶律鸿基 就写诗啊 后悔自己生在辽国 蛮夷之国啊 说希望来世做宋人 然后呢 这个英国的历史学家汤因比 说宋朝是最适应人类生活的朝代 如果让我选择 我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 中国的这些大师陈云雀 说华夏民族文化历千年之演变 造极就顶峰造极到哪啊 赵宋之事 赵匡英明 就是宋代 严复也说过 中国之所以成为今天的现象者 为宋人所造就 十之八九 不是严复讲 我跟你讲 我看到的一些资料 你现在一天吃三顿饭 一天吃三餐 宋朝开始 宋朝开始的 对 宋朝之前 吃两顿 一天吃两顿 对 宋朝 这就宋朝这个市农工商的 这个工商业的发达 这个夜市 晚上 晚上这个不实行宵禁 在那之前 其实都有点类似于宵禁 晚上夜生活丰富 所以才加一顿晚饭 你看 美国有个历史学家 我觉得美国这个历史学家 说的挺好 叫摩菲 他说 在很多方面 宋朝都是中国历史上 最令人激动的年代 后来的世世代代 历史家批评他 只是因为他没有能够顶 顶住外族入侵 但是宋朝 其实从960年存在到1279年 长于300年的平均的朝代寿命 他认为宋朝完全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 生产力最高 生产力最高和最发达的国家 而我们却因为被外族打败了 却否认宋朝创造的这个文明和繁荣 而去赞扬那些毁灭了伟大文明的落后而野蛮的民族 这是一个美国历史学家的评论 但是当时这个宋朝呢 他首先是一开始定的调子好 这宋朝是一个文人治国的调子 文人治国他确实就有一个缺陷 就是说他在打的时候 在动凶的时候 咱俩翻脸的时候 我不如你嘛 所以宋代的整个的趋势就是 缩 以土地换和平 就我们现在能打不过 打不过就有什么 他刚才说那数据特别重要 中国历史上的朝代 所有的大朝哈 三百年是大限 就跟人一百年是大限 对不对 人说长寿长寿 你跨过一百年非常难 中国朝代上真正跨过三百年 只有宋朝 剩下没一个朝代能跨过三百年 清代没三百年 清代是二百六十八 二百六十八 明代二百七十六 唐朝二百八十九 汉朝中间王莽那一刀是给切死了的 所以前汉就西汉的二百二十年 后汉一百九十多年 这个王莽这一刀切的是 干净利落 就是后汉 就是这个东汉跟西汉 血脉上是勉强相连 南北宋可不一样 南北宋第一时间中间不切开 文化没中间 不光文化 血缘是干净的 人家这个南宋第一个皇帝 赵构就是徽宗的儿子 第九个儿子 这个你就很干净 就他没有任何你可以 赵宋 这个血缘是非常干净 而且他跨过三百年 多少年 三百一十九年 而且徐老师 就是你们这个知识分子 为什么都喜欢呢 就是宋朝对知识分子最好 对 从开国皇帝说不杀大权 对 就不杀文人 文人犯天大的错 最多流放 就是到头了 没走 所以宋代的大儒们 经常挨个都被流放 就是什么 你还说这货 对 王安石 欧阳修 你说你知道这大儒们 全都被流放过 为什么 因为牛啊 牛 天下有一事顶着 我死不了 我撑死了 就上边去 碾死金牌 碾死 对对对 所以宋代 宋代就是他辉煌 文化辉煌 那个明代当时啊 就朱元璋这帮人 当时他提出的口号是 返元赴宋 对 他口号就是赴宋 所以中国历史上 在这个时期呢 就是这个 成都礼学定下来了 这个宋代的整个 规范了中国人的思想方法 和行为指责 所以不要光是孟茴 不要光孟茴唐朝 孟茴一下宋朝 宋朝是舒服的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类似ій国感 Чтобы 配桃花春阙 筛肯茎 崇波及之水 日圆酒精 年最软将 与锦共酒 科技是品质的源泉 责任是性质的保证 性质改变世界 三亿重工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形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一路领先 一赫兹好变形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宋朝是舒服的 马上说 有一次张信刚 原来陈大的校长 有天在他沙龙里面 要做个报告 题目叫回顾一千年 我一看那题目 我就傻 我想这个报告怎么做 结果你知道去了以后 这是他自己的一个报告 他的回顾一千年是什么 他就是回顾那一年 就是公元一千年这一年 发生了什么 就是他从中国的 从日本到中国的宋朝 然后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移过去 就讲那一年的世界上 是发生什么事情 对对对 就是一个横切面 因为他原来研究流体力学 他那个用一个横面 来看整个世界 很有意思 那时候你一划 这个就是公元一千年的时候 你一划那我们什么GDP世界第一 最稳定的文官制度 等等等等 你们刚才讲的 就如有等等 全都有了 我们从小呢 我自己个人的偏见 我是一直喜欢晚民 就是说从 我觉得晚民可以比较颓废 对 晚民可以比较颓废 宋朝 晚民就跟宋朝有点像 是吗 对 但宋朝就那个 存天灵灭人狱啊 就从来就给我们一个 给我们一个后来他们一大帮的学者就说 我们误解了 从字面上这个存天灵人狱 把他以为是我们都是批修了 不是那么回事 宋代的时候有一个 你说他灭人狱啊 宋代的那个集市上还演裸体剧的 就是热好戏 对 你知道这个 这个 我们今天啊 这个集市上 你不是央视有一回 播那个新闻里就说 有一帮的什么跳裸体剧的 什么一帮都在集市上 对对对 宋代之风 他为什么都是这种裸体剧 都会在这个集市上出现呢 宋代就有这风气 不像我们想象的 就是所有的人都被禁锢死了 不是 你想想 就说我们这好像有点关系的 说书 这个文化 大兴于宋朝 当时的记载叫勾兰瓦舍 什么叫勾兰瓦舍呀 就是街市啊 就是搭一台子 踏管啊 或者这些地方 这个当时这个说书的这个艺人啊 就是叫谈古论金 如水之流 就是这种东西 就宋朝出现的 那另外呢 这个我们 我还有个同行朋友 叫葛兆光 复旦大学的 他最近有个研究 在外面海外有一定的影响 因为我们现在一般的定论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 现代国家概念 所谓Nation State 民族国家概念 是一个欧洲近代的概念 那么这个概念的一个 最基本的标志 就是说他有国境线 就是说我这条线滑了 你进了我这条线 我里边的事情是一律平的 就是这是我的国土 这个外面呢 这就是另外一个国家了 可是以他这个标准来衡量呢 咱们知道中国古代从来都不是 咱们中国古代是以王朝为中心 然后往外散 越往外散 我们的权力就越模糊 越模糊 你的唐代汉代的时候 哪里是中国 哪里是西土啊 对 这个中间找不到一条线 咱们那个时候不叫国界线 咱们不叫界 咱们叫化 化 化外之民 对 但是这个化 它是一个文化概念 你你这里地方是那边化了 那总之是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 那么因此这是大家史学界是有定论的 可是呢 最近葛造光一篇文章呢 他用了几个证据来证明 其实我们在宋代的时候 就有了西方现代意义的民主国家 他用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文字版权和国家机密 就在宋代之前啊 唐代的时候 你任何一个中国人写的东西 一个文字的东西 你别的地方的人拿去 我们很感谢 因为这是在传播我们的文化 我们皇宫里的一个什么东西 你被稀土的什么人拿去了 这是我们黄恩道那里 我们会非常高兴 从宋代开始 皇室里的东西哈 被什么异族拿去了哈 他们要惩罚 他们会锁住 会在一个地方锁住 这个东西国家机密不能外泄 这个今天回头来看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 就是他对于文字的这个 把它当作一个政府的文件来处理 因为我一看 这个观点蛮有意思的 但对不对 另说了哈 对 所以你像你像宋代 你刚才说的那个勾篮蛙蛇 就是他用评书的形式哈 当时叫平化 就是写平安的评 后来因为明代以后 加了评论 就给人说书的时候 突然说这谁对 谁不对 谁他妈做过了 对对对 就是这种话 所以就加成评 加成个言 对不对 以至到我们今天的评书就是这么来的 评书也是这么来的嘛 而且那个时候啊 其实市民真的是受社会形成 对 他当时这个宋代开始呢 人就人性开始释放 就是他去到集中去听这些东西 中国历史上啊 对文化的管理非常严 我原来老觉得现在管理严 是吧 我们现在国家有各种部门 比如说有中宣部 经常发一个文 说什么能演 什么不能演 什么要管着点 是吧 中国历朝里的 从宋开始 宋袁明清 那那文发的 我现在看 我说历史上就有中宣部 他就管这事 可以演 对 哪个不能演 而且那时候那个下那文都非常死 就是说 你比如元代啊 元代元杂剧非常丰富 我们历史上所有的戏 基本上就我们知道的戏 全是进戏 就当时都不让演的 然后呢 什么能演 什么不能演 他规定很清楚 比如他说 曹大湾都不能演 你哪个剧团都是要注册在案的 所以咱哥仨喜欢 说咱自个来一个 就像今天你说大学来个剧社什么 那在过去都是违法 他不许你演 另外什么人不能演呢 帝王你不能扮演 先贤先胜 你没权力扮演 什么他有好多规定 对对对 还是有组织纪律关键的 对对对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雪花唇生 雪花唇生 地球上又难以抵达的四大基地 还有每个星都在追寻的第五级 欢乐级 北纬20度 龚南湖海口国际度假区 世界的欢乐级 龚南湖海口 传厂千年量造工艺 历经天保肚藏 红花国色 所以我说在文明上啊 你以成败 胜败论英雄 你是太粗野了 你说这个宋朝 大家一说就是什么 丧权辱国嘛 包括这个宋徽宗 给人家金人都掳的 什么五国城去了 上你不知王国恨 没错 你知道吗 这就是一种就特简单的 很粗鄙的一种 一种评价标准 就是说你输了 对吧 你但是 可是实际上啊 你的很多问题啊 有多种价值观 比方说我那天看到一段史料 当年说宋朝这个 这个丧权辱国 好像是宋真宗那个时候 有一个叫什么 那个字叫谈冤呢 谈冤之盟 就感觉啊 这丧权辱国不平等 调冤 可是你知道当时宋真宗 讲了一句话 就是说啊 我们给他签了这个 这个这个和这个合约吧 再过几十年 会也许就会出现 有能力打败他们的人出现 那个时候我们打他们 这样人民可以少受几十年的苦 就是人民已经多年战乱 而且呢 你看采取了这样一个条约之后 仅仅是十几年 还是几十年的时间 宋朝就创造了比这个 给那个蛮夷一个辽国 还是给谁 纳税币嘛 就给他们钱 多少倍于他们的这个国民总产值 就是说这个这个经济啊 极大的发展 这你说又又又又又怎么说呢 那他在古人的这种比较当中 他是用现实的一个比较 就是说我拿这事 我拿钱买一个和平值不值 我们后面的学者一定说 拿尊严做一个比较 对对对 你还没钱呢嘛 不是事 老这么想 所以我觉得呢 我们所谓的历史观 我老觉得应该站在当代人 你看能不能理解这个事 宋人就是因为确实弱打不过 为什么 你生下来不骑马 人家生下来三岁就搁马背上 那腿都是螺圈的 夹着马肚子特合适的 咱这腿是直的 你跟人去骑马打到 打不赢了 徐老师 那天我还看一段 讲蒙古的 文明人为什么没法跟他打呀 你知道光是成吉思汗 当年那个蒙古大军 不要说别的 他们那个味 打到西方的时候 真的我看得 打到西方的时候 有的欧洲的那个城池 就实力 这叫迎风臭十里 那个哈架拳马 那个就是还是胡臭 光是说这个味 就跟熏跑就撤了 你这把战争说的简单了 我觉得元朝他之所以能够 最重要的 他最重要的 他不光是文明 最重要的是他军事制度 他的制度应于别人 那个军事制度也是一种文明 对不对 后来他那套东西到很久啊 后来俄罗斯都传承他 直到彼得大帝的时候 才改他的那种 军事制度的 我觉得我们还必须 往回转一句说什么呢 就是说中国的历史 正因为有这样游牧文化 不听清雕的历史 才使我们的文化机体健全 我们不怕了 一开始是打不过 打不过你还进来吧 进来一会儿 你还发现进来也不那么舒服 陷入大海 对对对 所以宋代是个典型 以柔克刚的朝代 是他也尽了权力 这个合纵连横 你想就跟今天 很多国家的处境一样 在列强环四之下 你要谋一个自存之道 还要谋发展 还得求发展 狼图腾的说法就是 羊还得感谢狼 亏得被你欺负了 是这样 最后你吃不了我们 最后你的狼进来了 就变成羊了 这玩意说起来 当然你觉得说屈辱吗 可是我觉得咱们不是宋朝人 你不懂 就是你的这个感觉 我们现在半生了两亿多了 这不就羊做的吗 这得感谢宋朝人啊 你不得感谢福泽子孙后世啊 千年以后 你得感谢宋朝的文明 对不对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